这个韩国小伙为了考公务员 三年已经落榜八次 但他仍然痴心不改 在韩国 公务员被称为神的职业 为了吃上一口公家饭 韩国考生卷出了一片天 为了上岸 必须放弃手机 放弃朋友 放弃一切娱乐活动 孤注于智 每天学习17个小时以上 因为公务员的竞争异常激烈 一个热门岗位的录取比率 甚至能达到1比800 也就是说 有超过800多人同时竞争 而像小伙这样 屡败屡战的落榜生 在韩国不计其数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甚至形成了一个考工小镇 这个名为陆良津的小镇 位于首尔一角 汉江沿岸 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 却汇聚了50多家培训学校 200栋公寓 以及1万多名落榜考生 每年公务员考试中榜的考生里 有一半是从这里走出 他们中有来自韩国顶尖学府的毕业生 依然从大厂辞职的员工 还有工作多年的社畜 但共同特点是 小镇备考多年 归来仍是抉择 人均落榜好几次 由于竞争激烈 与试题变态的难度 在这里备考过三年五载 都不算事 最夸张的 甚至能准备十年之久 凌晨五点半小镇刚刚苏醒 道路上便处处是行色匆匆的年轻人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食堂开饭 但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去培训学校站坐 此时距离上课还有30分钟 但走廊上却已经排起了长龙 等到门一打开 学生们便争先恐后地涌入 300人的大教师坐无虚席 站到前排的 与老师只有咫尺之摇 甚至能闻到清新的口气 来晚的就只能坐到最后 甚至连黑板都看不清 为了争夺声援 学校高薪聘请名师 一些金牌讲师的年薪 甚至高达百万人民币 眼前这名讲师不久前 还是警察学校的专业教官 如今也被重金挖来 指导报考警察编制的考生 街角边张贴着光荣榜 都是去年上岸的考生 一些优秀学子 还会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 说是经验 其实内容都大同小异 简单粗暴 就是一句话 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 等到课程结束 考生们快马加鞭 赶赴自习室 这里规矩原科 不准发出一丝声响 走路捏手捏脚 翻书写字小心翼翼 因为考生们都精神高度紧张 经受不了一点刺激 稍有一丝声响 都可能成为他们 情绪崩溃的导火线 等到自习室结束营业 通常已是深夜 考生们会回到被称为 考管的专门旅馆 接着学习 从外面看 这些考管像风潮一样 密密麻麻地分裂于走廊两侧 门与门之间的距离不足一米 乍一看还以为是监狱 走进室内 每间考管的面积不足五平方米 仅能容纳一张书桌与床 衣服都只能挂在天花板上 考管内没有窗户 居住在这里的考生之间 没有任何交流 气氛极为压抑 哪怕是放在监狱里 这里都是禁闭室一般的存在 而这位名叫宋正斌的小伙 却已经在这样的环境里 生活了三年 在这三年里 他总计参与了八次公务员考试 却全部落榜 虽然屡战屡败 但他却百折不挠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决定最大限度的压榨自己 在日程表上 将学习计划 从早上七点排到了深夜十二点 时间精确到分钟 早上六点半 宋正斌起床洗漱 七点前进入自习室 开始学习语文 八点半 学习英语 十点上历史课 十二点吃过午饭 便马不停蹄地 开始学习专业课 下午六点是晚饭时间 吃饭加休息 总计一个小时 为了防止自己吃饱了 撑得发困 他还要控制自己的饮食 七点后再度开始学习 一直到深夜十二点才终止 学习的过程中 困了就喝药 再不行就拍脑袋 让自己清醒 而他之所以要如此完美地学习 还要追溯到八年前 那时候父母经营的食堂破产 他因为交不起学费 被迫休学两年 在家里打工攒学费时 看到税务员上门催脚欠税 而父母却无能为力的模样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自己也要成为税务员 以后可以帮助父母 大学毕业后 宋正斌就一心一意地 投入了考工大业 对于儿子的选择 父母也极为支持 老两口用心经营着食堂 省吃俭用供他读书 甚至生病了都不舍得去医院 与宋正斌情况类似的 还有这名叫李东赫的考生 两年前他还在一家 大型建筑公司工作 是令同学羡慕的大厂员工 但因为自卑心理 认为自己无法与同期 进入公司的精英们竞争 东赫决定辞去工作 加入了考工大军 他的梦想是 昭尾土木狗 木登警察局 但现实却是名落孙山外 一年又一年 本是为了逃避公司 内部的竞争选择考工 时曾想 公务员考试 竟然更加激烈 不但考试人数逐年上升 试题难度也愈发变态 考生们要在一百分钟内 解答五项科目的一百道试题 其中很多题目 属于明显的超纲题 东赫也时常困惑 自己明明就是想当个警察 为什么需要学 这么多其他的内容 可即便上岸难如登天 韩国人依然趋之若鹜 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热衷于 公务员考试呢 其实主要还是经济原因 纪录片拍摄时 恰值2008年金融危机 韩国的经济遭遇严重打击 企业用工人数也锐减 当年的大学生就业率 仅有48% 也就是说 有超过一半的人 一毕业就失业 即便费尽千辛万苦 找到了工作 但往往都是临时工与合同工 收入低 待遇差 还要面对职场霸凌 此消彼涨之下 原本公务员令人诟病的低工资 反而成为了难得的高收入 首尔地区的基层公务员 刚入职就能保证收入过万 汉烙保收 工作也体面 在韩国经济辉煌时期 公务员这份职业无人问津 甚至只需要高中学历 就能应付考试 但如今 随着人数不断涌入 竞争变得愈发激烈 就连韩国顶尖学府的毕业生 都要面临无数次的落榜 才能考上编制 为了将人才赶回市场 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韩国政府也做出了努力 2008年 时任总统李明博便宣布 将会削减公务员的录取人数 此言一出 陆良金顿时人心惶惶 对很多人来说 今年可能会是最好的上岸机会 如果错过 就将面临更为地狱的竞争 为了抓住这次机会 卷王们更是卷上加卷 原本睡眠时间就不足的宋正兵 打算往猝死靠拢 在学习计划里 再度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 7月20日 公务员考试在暴风雨中如愿而至 满载着考生的大巴 从韩国各地分支塌来 从釜山到首尔 甚至还开通了考生专用的临时火车 考生的总人数多达8万 考试开始后 考生们在考场内如灵大敌 埋首提海 一周后 到了发榜的日子 刻苦学习了三年的宋正兵 终于通过了考试 对他而言 接下来的面试才是真正的难关 因为三年未曾与人交流 他对自己毫无信心 好在天道抽琴 他最终通过了面试 成为了一名税务员 寒窗苦读三年 最终终于住院 当他将这个消息告知父母时 两位老人也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另一边 李东赫却再次落榜 警察梦碎 但他也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在陆良清内勤工俭学 准备再战 当面包车 满载着最新的参考资料而来 这些小镇座敌家们也将开始新一年的奋斗 或许没有人会永远在考工 但永远都会有人在考工的路上 当然 即使考上公务员 也不代表一劳永逸 迫于财政压力 近十年 韩国政府在不断减少公务员的薪资待遇 或许很多人努力到最后 也未必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近视频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